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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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挑战我 你胆子不小啊 陈兴对战剑飞绝 现在开始 护击剑法 护击剑法 这个陈兴 竟然能和剑飞绝不相上下 挺厉害嘛 这阵仗 真是开九脉舞者 能做到的实力吗 二人看似势均力敌 但那位新弟子的剑术威力 却更胜一筹啊 不错 此次底盘更稳 心力强度 也比飞绝高尚不少 天哪 新的外院第一出现了吧 这个陈兴也太牛了 连五够肢体都还没修成 就如此强大 倘若突破了星铁镜 那还了得 那现在你说说看 该如何处置上元臣 土壤 魏宝死仇 上智不但在 选拔过程中 胡言攀面于我 还对陈兴痛下杀手 定是受了上元臣指示 另外 上元臣无视选拔规则 竟然当众行凶 其罪当珠 杜青山明明是你 吴小姐这样的处置 你可满意 你的失职问题 玄阳宫不会坐视不管 在此之前 你依然代理苍元府辅主之务 把后续事宜处理好 是 进入玄阳宫以后 要用心修炼 我在圣地太玄山等你 陈兴 爹 发生何事了 没听我爹喊他什么吗 你不要在这个时候都市 难道 他是公主的 只是没有及时阻拦而已吗 这件事的确是图谋失职了 那你倒是说说 应该如何处置上元臣 上家主目睹上智之死 一时失了理智 实在是情有可原 当从情乏落 我玄阳宫弟子 在选拔大会上 夺得一副魁首 却险些被他害死 这也算情有可原 那你这个府主 纵容他人 在选拔过程中行凶 是不是也情有可原呢 慕小姐言重了 尚至因沉兴而死 是意外 我怎会纵容他人呢 屠府主 我还是那句话 请公布完整的投影记录 还我公道 依您一人之言 的确不足威胁 去把陈兴和上智的 完整投影记录 拿上来 回禀辅主 由于审霸塔中 人数太多 监控阵法 不能将所有人的精力 全数记录 所以 陈兴和上智的投影记录 只有这些 无耻 黑山中剑军 第十类 四夕箭法 看跟我硬炮硬 无子量力 不可能 这次看你怎么挡 不就是剑一把 我也 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屠游居然败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陈兴是谁啊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事情准备得如何了 爹放心 他入不了悬崖宫 时辰已到 宣拔大会 宣伴开始 这座高塔便是此次选拔大会的比试场所 塔内设有空间仿阵 共分三层 第一层将出现六十四枚令牌 获得令牌者皆能传送至第二层 而第二层共有十个名额 能冲往第三层 到达第三层后 将进行最终的角逐 连胜九层 站至最终的角逐 站至最后之人 视为魁首 另外 你们在塔内的一举一动 都将受到严厉监控 且不可以多其少 不可伤人性命 入塔 据说 第一层的六十四座山峰 对应这六十四个传送令牌 先选一座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